UBA絕對可以 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持續透過 玩了電視網的轉播 一同欣賞 111學年度UBA大專籃球聯賽 今天是2月11號的禮拜六 我們在健行科大的體育館 一同來欣賞到 今天的第三場賽事 由台灣師大 來對上台灣藝大 台灣師大這邊 14號的蔣浩文 20號的魏彭和 9號張兆成 12號林姓寬 以及34號的王家昌 來進行先發 那台灣藝大這邊 14號的余偉豪 2號蘇培凱 10號的黃任妍 26號的喬納森 以及7號阿拉薩 兩隊的先發名單 9投6中 這個前場身高 是拉高了許多 喬納森去年無疑 是全隊要打4號位的選手 對 但今年他有非常多時間 可以打到3號 甚至2號位 但這個陣容 只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外位的防守 又讓台藝大這邊 沒有辦法來攻籃框 在籃筆上整個球 被擺進去了 連隊球員會上 哇 這個 欣寬的跑位 張稻辰虎鍋 對 林姓寬往前推兩步 一個過兩個 這一球還是打盡了 這就是今年林姓寬 為什麼好機動性 壞個人可以當作箭頭 離角約好的3分球出手 台上去 這場比賽拍到了 鼓勵學生球員 就是有這種想秀的念頭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只是教練可能不一定會習慣就是 沒錯 但講號問題 其實有投進5個3分球 他今年的外線比 去年是非常進步的 再一個3分 動作才行 3分球的嘗試 好 俊彥一上來就投進3分了 好 然後麥果 要叫大鎖下來嗎 洪教練 外線再來一顆 還需要暫停 直接3分球投射 當然進的話是錦上天花啦 我當然有相信葛教教也樂見他這麼做 這場 歪歪 這球給到林念 好球 換到籃球另外一點 蔣浩文放上 蔣浩文當初在高院工商 提腳 魏彭和 還是要來看3分 哇 這個3分頭部 現在看起來魏彭和的成長 也非常顯著 對 阿拉薩爾想要硬打進來 這球少了一點點 但是自己還拿到進攻滿方向分數 前面兩三次進攻 防守之後 廖維浩的外線3分 廖維 最高的得分是27分 當時是面對到世新大學的比賽 你看 陳籃底下還是有阿拉薩 對 阿拉薩爾在進去內 又是真的是非常 健行陳籃重信號的叔叔 而不是健行那個 政治大學重信號的叔叔 所以 是來吹這場比賽 從下一場 對 沒有辦法 避險 他臉就是外國人的臉孔 但他絕對是說中文 腔調完全不像外國 對 非常本土 所以組織花的時間有點久 對 阿拉薩爾壓進來 造成對方犯規 競算 動作做完 曾信武這有優勢的一個進攻點 曾信武 壓進來 拉桿的一個出手 還進了 林信寬 林信寬 台藝大支球 夾擊也來得非常快 底下這一邊 換到另外一邊 因為浩尚藍得分 阿拉薩爾 UBA送進了非常多好手 這是踩在三分線上的出手 但藍底下林信寬拿到了 腳後馬上回頭跟裁判 外圍林信寬的三分球 來了 開張了 今天的第一個三分 廣泛的開火 每一個人都可以上場 頭外線的情況 絕對會讓林敏鴻教練 其實非常滿意 翔拉三的三分球也來了 對 對 跟前面動作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對 但這個球超級的 蔣浩文在單手上籃得分 這個反擊來得太快 共同城來不及 狐狸球就回來了 劉威豪的一個空手走位 有點有心球 轉身進去想要硬打 轉移出來到第一角 外圍的三分球 防潤嚴禁了 小納森 這個動作 出色啊 這裡漏人了 對 但是喬納森這球 跟余偉豪 小人 余偉豪 接近來的時候 再給這個球 空檔出現 來 藍底下進入籃板 喬納森 看來是 沒有外圍森的球 再進去 都會面對一定的烈時 這個long two 可以讓阿拉薩 最後是被羅冠玉給撿到 再回到外圍 黃瑞妍 再一個第三分球 第二顆 再來再給蘇貝凱 外線的三分球 差一點點 結果是喬納森 蘇貝凱 哎呀 火鍋 月豪切進來 轉到另外一邊 底角 外圍的三分球 嘗試 切 蘇貝凱 終於是投進了 在地板 延續第一節 沒有辦法延續到下半場 還是一場空 是 地板給球給得不錯 往下上籃得分 再把領先要回來 看你 切進來地板給球 林興寬很急 但是還是放進去了 林興寬這 Hestard拿到 魏鳳和切進來 直接下手上籃 而且第一次進上去 過時間時間要八秒鐘 魏鳳和後側鋪 外線的三分球 弧度拉得很高 哇 這一球 拉出來 還有七秒鐘的進攻 張兆辰 忠然再給他底角 蔣浩文的三分球進 哇 大家進 蔣兆辰 再給 底角 一樣 就蔣浩文 蔣浩文左一顆 右一顆 柯柯命中 但是 才藝大還是要想辦法 原來 終於 這一場比賽的第一個 看到前面靠著傳球之後 讓阿拉薩能夠有非常大的空檔 對 你看 剛剛那個play重點是在於 張兆辰是被擋拆的上臉刻 地板的給球阿拉薩 再給到第一角 這一邊上去拿到了 對 你看像剛剛第三節最後 你看到這邊 張兆辰跟林姓寬都是午飯飯 對 哇 這一個小球給得出色 黃俊傑拿到分數 對 看這 那接下來進去的防守 他怎麼樣去佈局 這個中距離的難度也不錯 他也是有另外一隻手 對 起碼蔣浩文在第三節後半的時候 敢告訴阿拉薩 他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轉球出現了失誤 前面林姓寬 林姓寬也能扣了 這個 他知道現在需要氣勢上的轉移 沒錯 哇 那底下阿拉薩 順利的擺進 金黃藍板再加10米 第12米上下 那一波在球員們畢業之後 有一些今天上的落差 這兩年在阿拉薩外籍身下 又是 1020年度那年的冠軍 也有一些tricky啦 有一些話題可以講 就是 當時的這個不要這樣事件 等一下也會看到 基層教練很多會說啦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比數下上場 沒有一分鐘是平凡無故得來 是 這個球還交給到黃俊傑 開始轉播之前 團團組這邊也都會來跟我們 媒體轉播單位來討論到 去年的這樣子的一些尺度的 一些吹派 然後那今年我們來做一些修正 然後怎麼樣在賽場上來 對於來講解 因為實際上有轉播之後啦 尺度啦 比賽的flow 節奏 沒有辦法來做這一波的進攻 那台師大也不做 長攻了 這場的比賽最終時間流失掉之後 台灣師大是以78比65 來擊敗了台灣一大抽下的比賽的勝利 那也恭喜台灣師大 拿到這場的賽事 兩邊是都已進入到 八強的一個球隊 所以這場的比賽呢 由台師大收入下勝利之後呢 在後續 復賽階段的一個 賽程上面 或許會稍微得力一點點 二次 再加速 三次 八次 三次 兩次 三次 三次 四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